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上帝恩典 让我们继续来阅读猎王纪 我们今天要从第17章开始 猎王纪一直到第17章出现了一个 大家可能有点耳熟能详的人物 叫做以利亚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的经文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 以利亚对雅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不下雨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 很特别哦 一般我们有时候好像在 就特别是救援圣经里面 会有个印象 介绍某一个人物 都会说他是谁的孩子 然后他的祖父是谁 会有一连串介绍 但是在这里我们忽然看到 好奇妙 在叶王纪就突然出现一个人 好像就是只有讲说 他是住在哪里的人 好像也没有特别提到 像以利亚 以赛亚神呼召他要侍奉的时候 有一段很精彩 很丰富的对话介绍 但是以利亚出现就是这样默默的一个寄居在激烈的人 然后他就开始要讲神的话 然后在其实不下雨 不降落 对当时在崇拜巴黎人来讲 巴黎他是掌管一切生命源头 就是福气的来源 然后也被尊称为风神 是可以为大地带来雨水 来润哲土地的 所以当 以利亚对亚他说只要我不祷告不起求就不会下雨 所以对亚他来讲说这个人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他会带来这样子的讯息 然后在十七章很很长的段落当中 当然这句话结束之后 以利亚就开始被神带到不同地方 上帝差派乌鸦 差派寡妇来供养他 这好像是一个预备时期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十七章的第十八节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致我的儿子死呢 就如同我刚刚前面提到 上帝很奇妙透过一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 但是这时候竟然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妇人她的孩子居然死了 然后这个妇人就开始有点责怪以利亚说 我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来到这让上帝看到我的罪 结果我的孩子就死了 这一方面其实 当这个妇人称呼以利亚为神人 表示她知道以利亚不一样的地方 她也相信神 也相信以利亚是神派来的先知 但是她心中也非常苦恼 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到我这里 如果你没有来的话 或许上帝就不会看到我的罪 他就不会因为我的罪来刑罚 使我的孩子死掉 在旧约正的观念 的确一直到新约其实还是有 当人生病或者是死亡 就想说是谁犯的罪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17章的24节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我知道 我知道是真的 这个寡妇对于耶和华的话 有特殊个人的体验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在孩子被以利亚后来透过祷告 救活之后他发现 哇这个神是真的 以利亚我相信他也亲生经历到上帝的带领 从乌鸦寡妇的供养寡妇的孩子死了 一次一次的历程 让他发现 哦原来我在侍奉的上帝不太一样 上帝会预备上帝说的话是有权柄的 盼望我们在接下来年日能够更深刻的体会认识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认识能够明白 主当我们再次进入到以利亚生命历程的圣经经文记载中 帮助我们更深的思考更深的寻求你的面 主或许你的呼召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么华丽的出场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尽收我们的本分 好好的来服侍你 主帮助我们在信仰的生命历程当中一次又一次思想 主你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 或许很多时候事情发生我们不了解为什么 主但是帮助我们正在寻求你的面 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 主你的话是真实的 是可靠的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生命来回应你 我们向你天上感谢祷告奉主顺明求 阿们